做的这个律师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JCORY的链式调用 实际上我们刚才已经用过了,链式调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选了一个元素 然后可以怎么样,给它进行操作吧,操作完之后怎么样,接着再转移 转移完之后再操作,操作完之后再转移再操作,可以一直往后面写 就写成一大条,写成一大条,比如说我们刚才 做了这个什么,做了一个选项卡,看一下 这选项卡我是不是写了这么长啊,写这么长是吧 好,那么JCORY里面怎么样呢,如果JCORY厉害啊 那么大家怎么拼JCORY厉害呢,就是这个链式调用写的越长 那么就越厉害,这样子,是吧,你能写的越长 你就越厉害,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链式调用实际上是什么 它是什么,它是什么,效率比较高的,它相当于一句写完的吧 就做完一件事,马上做下件事情,接着做下件事情 是吧,好,这就是说嘛,你想 你想什么,写卖你的JCORY厉害啊,你尽量把这个写长一点 是吧,长一点,那么就越厉害了啊 好,比如说我们这个例子,是吧 我们这个例子是不是写嘛 比如说多的DIV怎么样 先他的儿子吧,敲准UL 然后怎么样呢,slide down,是吧 向下展开吧 然后他的父亲,是吧 父亲是什么,sieberling是他父亲的什么 同辈,同辈完了之后 同辈的child,同辈的儿子,是吧 UL,然后再怎么样 再slide up吧 这是不是写的很长啊,我只不过把它换行了啊 它只要是一句啊,这整理是一句 这个是不是写的比较长啊,是吧 好,这是关于这个劣势调用 劣势调用是我们这个JCORY里面一个什么 很经典的操作,是吧 这个劣势调用的话效率也比较高啊 如果尽量能写长的话可以写长一点 好,那么关于这个劣势调用的话 我们刚才也学了这个特殊效果,是吧 也学了这个特殊效果 学特殊效果之后 接着的话,我们可以结合这两个来做一个例子 也是一个比较常用的例子 就是这个层级菜单 层级菜单的话,那么今天也发给大家了吧 发给大家,再看一下啊 有个层级菜单 那么是在这个里面,是吧 这里面有个层级菜单吧 好像已经,这个已经写了啊 层级菜单,这个 好,这个既然是好像已经写了啊 好,已经写了 好,比如说我来 好,大概是这样子,是吧 这样子一个层级菜单啊 比如说点这个,是吧 这个是不是展开了 点这个啊,这个展开啊 好,点这个,这个也展开了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这个文件大家都有了吧 都有了啊 好,这个层级菜单的话 那么就是大量这个练式调用的 这个什么呢,技巧的啊 好,这个好像写的也不是太长了 还行吧,是吧 还行啊 好,我们来讲一下吧 把这个先把它删了啊 先把它讲一下啊 好,这个 好 那么来讲一下这个什么呢 这个例子啊 好 这个例子的话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结构吧 这个结构的话 那么就是一个层级菜单 是吧 层级菜单的话 它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标题 是用这个A标签的 是吧 A标签的那么它的class都是level一吧 看见没有 是不是都是level一啊 level一的话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这 第一层啊 比如说这个水果是level一 这个水果是level一,是吧 水果是level一,看见没有 是吧 比如说这个 这个海鲜,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啊 它也是level一吧,是吧 level一啊 然后每个level一下面是不是有个UAL呢 UAL就是它展开的指菜单吧 这个是主菜单啊 主菜单,然后点击这个指菜单 就会展开这个指菜单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这个是主菜单 然后展开的是指菜单啊 好 那默认的我们先实现第一步是吧 比如说这个什么呢 这个啊 好 这个点击之后怎么样呢 就把它展开 是不是这样的啊 展开啊 好 怎么做呢 比如说我们 先用先写一个ready吧 是吧 先写一个ready啊 先写一个ready 写完之后怎么样呢 就是先可以把它选中吧 是把它选中啊 选中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dollar什么呢 好 dollar 然后这个什么呢 点level一 是不是这样的啊 level一啊 点level一的话 是不是指的是它 这样就A啊 是吧 这A标签啊 它什么呢 它什么 click的时候是吧 click的时候啊 它click的时候干嘛呢 拿一个function是吧 啊 function啊 干嘛呢 然后是什么呢 它 它选中 比如说我点击了它是吧 点击它之后怎么样 它是不是叫展开啊 它展开啊 它展开怎么做呢 就是先说它吧 它是怎么点击的 这个它是什么呢 是dollar的意思是吧 只是点击了某个A标签 是这样的啊 好 它点击完之后 它的这个要展开 就是什么呢 dollar's的什么 有个选择器啊 选择器 这个叫选择器 就是前面的啊 选择器可能刚才没有具体的说啊 比如说再来看一下选择器啊 选择器 选择器 选择器里面有个转移吧 是吧 选择器转移啊 选择器转移里面有个什么呢 LAGS 那是什么呢 就选择DIV元素后面紧挨的同备元素 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我这个A标签 紧挨的 是不是就是这个URL啊 是吧 那么dollar's.legsit 是不是就是指的它 是吧 它怎么样 它什么 slide down 是不是就可以啊 我们刚刚学的 这可以啊 它展开吧 来看一下啊 好 这个 这个写完之后来看一下啊 这个 点一下它 它本身就是展开了 是吧 它就不管了 点它 它是不是展开啊 是吧 点它 是不是它也展开啊 点它 它也展开 是吧 好 点它 它展开 好 再点 好像关不了了 是吧 是这样的 是不是全展开了 是吧 是不是只有一个动作啊 是吧 跟我们刚才写的动作不一样 是不是这样的啊 跟我们刚才写的动作是不一样啊 我们刚才是点击了一个什么 点击一个A的话 这个展开 其他的关掉 是不是这样的啊 其他的关掉啊 好 然后我们这个练势调用 好像写的也不长啊 是吧 是不是只有写三句啊 是吧 这个好像有点low 是吧 写长一点 是吧 好 干嘛呢 我就要什么呢 点击它 它展开的同时 什么样 我把其他的UVL给关了吧 是把其他UVL给关了 好 关了怎么关呢 来看一下啊 好 假如我点击第一个是吧 点击它 它什么呢 它是不是关了 然后我要把其他的UVL给关掉 怎么样呢 我先什么 先跳出去吧 这 比如说这个UVL是属于什么呢 属于这个LI里面的 是不是这样的啊 属于这个LI里面的啊 好 那么我现在比如说点击这个 然后它关了 它关了之后 接着我要操作这些UVL 是吧 操作这些UVL 怎么办呢 先跳出去啊 这个UVL先跳出去 那么是什么呢 是不是 Parent啊 Parent Parent是什么 负极吧 是吧 负极啊 好 看一下啊 这个负极是选择什么 DLV的负元素吧 负元素啊 好 负元素的话就指的是什么 这个UVL的负元素指的是什么 LI吧 LI啊 好 LI 然后的话就什么呢 这个LI 然后是什么呢 其他的LI吧 再选择其他的LI 其他LI是不是Siblings啊 Siblings 是不是这样的 好 我选择其他的LI了 是吧 选择这些LI的吧 好 这些LI啊 好 这些LI 然后这些LI里面的什么呢 child吧 这LI里面child child指的是这两个 是吧 每个LI指的是这两个啊 他的child 他的child 是child 是child 这里面有啊 还是这个child 这个统一用上啊 child 好 child child 是吧 好 child 的话那么我是哪个child 呢 每个都有两个child 有一个A标签 有一个UL 是吧 那么我再过滤一下 实际上这个里面也可以过滤 过滤的话 这里面写选择机就行了 比如说这个child 是吧 UL child 是过滤的 好 child 完之后这个什么呢 这个UL怎么样 它怎么样 它需要什么 slide up吧 slide up啊 slide 点slide什么呢 slide up 是不是这样的 好 这个清楚了吧 啊 好 好 这个写完之后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吧 看一下啊 好 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我点这个的时候怎么样 是不是其他的关起来了 是吧 点他是不是关起来了 点他 是吧 点他 是这个效果啊 这个效果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什么呢 烈式调用啊 烈式调用 以及这个特殊效果的一个例子啊 这个成绩菜单应该也有啊 实际看法师应该也有这种效果啊 好 这个的话就是大家看一下这个烈式调用的这些东西啊 好